由实定观光发展协会筹设的实定达人所在淡蓝艺文馆的一楼正式接牌启用 而未来将会提供给特色商品展示介绍 还有邮程咨询以及免费预约导览等服务 希望借史来活络地方的观光产业 带领游客更深入来认识实定 为了活络实定观光产业结合地方创生 实定观光发展协会在淡蓝艺文馆一楼 批设实定达人所 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达人所以实定著名地标鳄鱼岛作为设计标志发想 希望让游客对实定产生深刻印象 进而藉由可爱的鳄鱼吸引注意力创造观光话题 我希望可以更亲民一点 所以希望大家一进来就对实定有很强烈的印象 所以鳄鱼这个标示也是我们讨论出来的 就是一方面是大家会想说 为什么会有鳄鱼在实定这个地方 那其实他也可以创造一个话题 因为有话题之后大家就会询问 有询问之后他就会想要了解 那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在节目启用典礼上 包括实定区长李浩荣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 新北市商圈联合发展协会理事长黄建强 深坑商圈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陈宝贵等人都特地出席 而实定达人所成立之后 未来除了特色商品展示 还提供邮程咨询以及免费预约导览 要让游客更深入认识实定 更活络实定这地方的产业 就除了介绍实定的美食美景之外 我们还可以更深入的去盘点实定所有的店家 对然后让更多隐藏在深山林里面的实定的达人 对能够更展现出来 然后让大家更了解实定 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场所 就是在淡然医院馆的一楼的空间 那把这个本来比较没有那么高度利用的空间 来做一个高度的一个使用之外 那希望能够在实定这边 能够利用这个实定达人所来创造像 比如类似像我们这个游客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概念 大家都没有出国 就要找一些地方来就是小旅行一番 实定已经是成为大家第一首选了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袜子理事长 他所带领的团队的用心 那我们一起呢不管是公部门或是产业界或是学界 我们一起来协助 实定官方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实定达人所未来将会有专业人员进驻服务 以类似游客服务中心的概念提供观光旅游相关资讯 包括一周有三次的定时定点免费预约导览 但这个据点更期盼的是以亲民的角度 带领游客进入实定也爱上实定 记者杨邦友 赵芳琦 实定采访报道